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新东方的网络课堂 那么接下来呢 我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95课的内容 这篇课文啊 依然出现了很多 我们刚刚讲过的will将来时这种表达方式 正好借此机会啊 大家可以啊加强一下印象 这个对话说的是两个同事出差 那么其中一个同事啊去买票 他走到了售票口的门口啊 跟那个售票员说了一句话 他走到了售票窗口 跟售票员说了一句话 叫做to return tickets to London please 这个表达方式我们在词汇部分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return ticket是往返票的意思 而to London是借词短语 做往返票的后置定语 这句话我们可以翻译成 您好啊给我来两张去伦敦的往返票 我们不需要组织一个完整的句子 直接把您要的东西说出来就可以了 不过大家注意细节 往返票return ticket 变成复数的时候 我们要在票的身上加那个复数s 而不能把那个复数s加在return的后面 顺便呢这个George就问售票员 what time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那么这个句子不但是特殊一文句 而且它用到了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一般将来是will这个词 我们这里边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先给大家一个肯定句大家看一看 the next train will leave at eight o'clock 这句话的意思是下一班火车将会在八点钟 leave怎么翻译呢 我们知道它叫离开 但是我们可以翻译的稍微地道一点 我们可以叫发车 下一班火车将会在八点钟发车 这是一个肯定句 接下来呢我想把这个肯定句变成特殊一文句 在第七课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你得看一下我们这个特殊一文句 是针对肯定句的哪个部分提问 下一班火车什么时候离开呢 很明显我们针对的是这个时间进行提问 不是针对主语the next train提问 第二根据G1选择最合适的特殊一文词 下一班火车什么时间离开 我们当然得用what再加一个time what time就是什么时间 第三把我们的选择的这个特殊一文词啊 放在句首 第四我们特别强调过 如果这个特殊一文句 不是针对肯定句的主语提问 此时我们要将这句话的动词 放在主语的前面 很明显我们这个特殊一文句 不是针对主语the next train提问 我们就要把动词放在主语前面 而我们需要把哪个动词放在主语前面呢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will主动词 一个leave十一动词 按照我们47课给大家介绍的 句型变化的规律 我们应该把这句话里边的主动词 放在主语的前面 也就是用will放在主语the next train的前面 最后再写上leave 而那个八点就不要再写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八点 我们这句话问的就是时间 所以这句话就变成了 what time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跟我们课文里面这句话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这个句子有点长 我不想用what time了 大家想一想 在我们的特殊一文词中 有没有哪个词可以代替what time呢 对了 其实我们可以换作另外一个词 来表述同样的句子 叫when 这句话我们还可以说成 when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下一班火车什么时候离开呢 好 接下来这个售票员的回答是 at 90 minutes past 8 时间的表达 我们在65课已经给大家见过了 叫做8点19分 在8点19分这趟火车发车 下面乔治又问 which platform 那么是哪个站台呢 which是哪一个的意思 服务员的回答是 platform 2 二号站台 名词platform在数词2的前面 那么他补充一句 over the bridge bridge就是桥的意思 我们在33刻见过 而over这个介词是什么意思的 平时我发现 大家对over这个词 最熟悉的意思就是结束 因为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 当时游戏死了 我们屏幕上会出现两个字 叫game over 但是这里面的over 可不当结束讲 over我们说在这里面 做介词 我们把它翻译成叫 在什么什么的对过 或者在什么什么的另一边 所以咱们梳理这个句子 over the bridge 如果你要把它说全了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叫做platform 2 is over the bridge 二号站台在桥的另一边 那么George拿着他买的两张票就回来了 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或者是同事问他 what time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同样的句子 下一班火车什么时间发车呢 乔治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时间表达法 直接先说小时再说分钟 at 8 19 于是啊两个人一看表啊 时间还是比较富裕的 所以Ken他的一个朋友说 we've got plenty of time 大家注意念这个句子的时候 我们we've用我们的上牙 要稍微点一下下嘴唇 发出peer ve的声音 we've got plenty of time 哪位同学还记得 这个peer ve是哪个单词的缩写啊 对了我们在第79课专门给大家讲过 它应该是have的缩写 have got也是拥有的意思 在英式英文当中比较常见 想见我们第79课的内容 所以这句话说全了应该叫做 we have got plenty of time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 那么George说了 it's only three minutes to eight 现在才几点啊 差三分钟八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七点五十七分 所以Ken建议 Let's go 那我们就走吧 去干嘛呢 have a drink 我记得之前啊 我特别给大家介绍过 have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比较丰富的 当时我记得 我给大家讲了have的五种常用的意思 那么以后啊 我们一见到have就得问问大家 这个have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这么在意have的意思呢 因为学过前面课程的同学您会知道 have意思不一样 决定了它后边那个贯词a加不加 比如曾经我们就给大家讲过 have后边如果加一个名词 而这个名词表示一种行为或动作 那么此时这个名词无论可数还是不可数 贯词a一定要加 洗个澡我们叫have above 而看一看我们叫have a look 那么这句话里的have是哪个意思呢 因为只有您搞清楚have的意思 您将来写句子说句子才能判断 后面的贯词要不要加上 要想知道这句话have是什么意思 您得看一看这句话的drink的意思 我们知道drink做动词当喝酒 不过显然这里面的drink应该是做名词 drink做名词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查一查词典 您会发现drink做名词 它可以做可数名词 意思叫酒 确切地说它特指一杯酒 所以drink如果当一杯酒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推导出have的意思 那么have一定要把它翻译成吃或者是喝 记得给大家特别强调过 have当吃喝讲后边要不要加贯词呢 那您得取决于您吃喝的那个具体的东西 比如您要吃一个苹果 我们必须得加贯词have an apple 但是我们要说喝茶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加贯词了 我们直接叫have tea 当我们知道have当吃喝讲的话 加不加贯词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因为我们今天have后边接的是可数名词 一杯酒 所以这个贯词我们必须要加 以后像这些细节 在我们今后写作的过程当中 大家格外要关注 越严谨越好 那么我们就去喝点东西吧 去哪呢 下面他用了一个there be句型 there is a bar 有一个酒吧在哪呢 next door to the station 我们在课文的注解部分有 next door to 就是与什么什么相邻 在什么什么隔壁 也就是说在车站的隔壁 有一个酒吧 于是两个人就去酒吧喝酒了 喝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可都喝高了 而另外一个人George 劝他别喝了 我们赶紧走了 他的说法是we had better go back to the station now can 这个had better 它是我们在本课的语法部分 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情态动词 在这里面我先说一说它的意思 had better在此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最好 表示对对方的一种警告提醒 他的意思是我们最好go back回去了 回哪去呢 to the station 我们现在最好要回车站了 要不然的话我们赶不上车了 于是啊两个人啊 从酒吧出来以后 疯疯火火的就往车站跑 当他们走到检票口的时候 这个检票员就说了 take it please 字面意思请把票拿出来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检票经常说的 检票了 你们都得把票给我出事看一看 那么两个人一边拿票啊 一边说他们的意图 他说we want to catch 我们想赶 赶什么呢 the age 19 这个the age 19啊 应该是数词 它在这里面表达的是时间 叫做8点19分 可是我们说 在这个句子的语境下 这个数词表达时间的这个数词啊 在句子在这个句子的具体语境下 这个表达时间的数词啊 已经当成名词来用了 它在这里边指代的不是8点19 它指代的是在8点19分发车的那趟列车 英文的解释叫the train which leaves at 8 o'clock 所以在这句话中的8点19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名词来看待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后边加上一个借词短语 做这个名词的后置定语 那8点19 8点19开车的车有很多啊 去哪的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限定 去伦敦的 或者说开往伦敦的8点19分的列车 我们想赶这趟列车 这个时候啊 这个检票员就说了 you've just missed it 这个pervy也应该是have的缩写 不过这个have可不是拥有的意思 它和我们的过去分词mist放在一起 构成现在完成时这么一种时态 你们已经错过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个句子为什么用现在完成时呢 我们在83课讲过 现在完成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叫言之过去意在当下 这句话说的这个事啊 是发生在过去 但是呢 您会发现 我们可以在这句话的基础之上 加个现在 错过列车是刚才的事 可是这个句子我们可以说成什么呀 你们现在已经错过这趟列车了 你们现在走不了了 说的是现在 所以当你需要表达 言之过去意在当下的时候 别忘了用我们的现在完成时 而并非一般过去式 你们已经错过了 这一说两个人就是这就行了 Jody的说法 What Jody说 What 什么 那么看看表 It's only 8.15 这才8点15分呢 也就是言外之意 离的火车发车还有四分钟呢 为什么就错过了呢 服务员的解释是 I'm sorry sir 很抱歉 先生 That clocks 10 minutes slow 这个PS应该是 is的缩写 这句话的意思是 那个表呀 这个表呀 慢了十分钟 慢 我们叫slow 在这里边我想问问大家 有的时候我们家的表啊 经常往快的走 如果我要说这个表快了十分钟 那我们应该用哪个词呢 对了 我们应该把slow换成fast 叫做that clock is 10 minutes fast 那个表快了十分钟 那么没办法了啊 这个车反正是走了 于是啊 Jude非常无奈的问 When's the next train 下一班车是什么时候呢 最后服务员给的时间是 in five hours time 相信第一次看到这个时间的同学呢 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大家适应了 这次in的意思是 在什么什么里面 那什么叫在五小时里面呢 你要是这样想的话 恐怕您就有所不知了 借词in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 除了当在什么什么里面讲之外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里面 借词in有了一个新的意思 我们在这里面啊 得把借词in理解为 在一段时间之后 也就是最后一个时间 我们得翻译成 叫在五小时以后 下一班火车是五小时以后发车 那么看到这个句子以后啊 同学又要问了 这个小时 hours后边的一个peer是什么东西啊 您还记得吗 这就是我们在十一课 专门给大家介绍的是 名词所有格的peer s的形式 在十一课 我们给大家介绍完名词 后面加peer s表示的之后 记得吗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名词所有格peer s 一种特殊的用法 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个名词啊 它的拼写是以字母s结尾 而且这个字母s是这个名词的复数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名词所有格的的 您就不能写peer s了 peer还是要的 但是后面的那个s 我们要把它省略掉 忘记的同学呢 建议您把十一课的内容 再复习一下 这就是我们十一课 讲的名词所有格peer s 但是有的同学 对三十五课的概念 对三十五课的知识 印象很深刻 记得我在三十五课 给大家说过 一般用peer s表示名词所有格 我们的要求是 这个名词啊 往往得是有生命的 而小时是没有生命的 你为什么要用peer s呢 那么这里面啊 语法我们就很难解释了 我们说啊 英文学习啊 在很多规律之外啊 还有很多习惯表达 还有很多特殊情况 今天大家就不妨 把这种表达 基为一种固定的结构 固定的表达 只要今后我们表达 在多长时间以后 我们就套用这个结构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说 在一小时以后 大家套用这个结构 我们怎么说呢 对了 我们可以叫做 in an hour's time 因为这个小时啊 是单数 可数名词的单数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在这个名词后边加peer s 而在一周以后呢 我们可以叫做 in a week's time 在一个月以后 我们可以叫做 in a month's time in a month's time 大家注意发音 月份叫month 它本身有一个咬舌音 而加了peer s以后 我们还得发s 所以念得慢一点 叫in a month's time in a month's time 在一个月以后 如果我们说 在一年以后 就可以叫做 in a year's time in a year's time 但是大家注意 要是变成负数的话 怎么说呢 比如我们说 在两天以后 英文中可以叫做 in two 英文中可以叫做 in two days time 大家注意细节 因为我们的天 变成负数了 所以这个时候 名词所有格 只能加peer 而要去掉那个s 同样 当我们说 在四星期以后 也就是 当我们说 在四星期以后 或者说 在四周以后 我们应该叫做 in four weeks time in four weeks time 好 在本课的最后一句话呢 我们又学了一个 新的时间状语的表达 希望以后 我们可以用一用 这就是我们95课的课文部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